新竹有一名产妇在生产之后突然血崩把家属给挤坏了 医院紧急通知紧销利用了无线电系统以及网站发出紧急征血讯息 结果短短一个小时之内就有50多名的热血人是涌进医院 捐出了8500cc的鲜血顺利救回产妇一命 北新竹县消防队员来说这次的任务很热血 不管有没有当班执勤只要是B型血型的人都能挽起衣袖来捐血 因为救人跟救火一样急 马上动员之后就我们全县各地的那个分队的同仁 通通都只要有B型的血型的同仁都马上赶过来 看到的时候还蛮惊讶的 看到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有就是想帮助人的心 觉得还蛮开心 没错不止消防队还有警察军人甚至是继承车司机 他们是从无线电跟电台广播甚至是网络的BBS得知 在短短一个小时之内就涌进了50多名热血男女 凑了8500cc的B型血 让当时在东元医院因为产后突然血崩的这名产妇 及时输血挽回一条命 他坚持一定要到我们急诊室来跟跟我们的消防人员 捐血的人员来致谢 那当初那一刹那他的眼泪都已经就是情绪失控 就掉下眼泪了 当产妇家人看到广播跟网络竟然将来这么多愿意撒热血的好心人 内心真的好感动 除了说谢谢 也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够回馈台湾社会这一份无私大爱